当人们渐渐老去的时候 也渐渐地开始了自己的老年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计划 谈算着自己的老年生活该如何过 老人退休以后 空余的时间会比较多 有一些老人不喜欢待在家里面 他们就喜欢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心情也会好一些 有一些地方老人可以去 比如老年人活动中心 公园等等 但是有一些地方老人最好不要去 老人不管什么原因 不管去做什么事情 有三个地方是需要远离的 一 过于嘈杂的事迹 道家讲究清静无为 意思是一个人保有内心的清静 不去抢求改变什么 这样有道家处事哲学的人 也更容易看清人世间繁复的假象 获得长寿 一般情况下 人到老年就特别不喜欢嘈杂的环境 总感觉自己的耳神经受不了声音嘈杂的地方 但也总有些老人实在是不适应清静 就喜欢三五扎堆 闲逛市井 闲话家常 其实扎堆和闲逛没有错 老年人进行社交活动对身心愉悦大有一处 但是坐在马路上或者小亭子里讨论人家的家事可就不太好了 俗话说得好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话说多了 不仅语己无意 还可能造成不好的因果 万一因着你的闲话导致人家家里出现了矛盾 闹得不可开交 可就和无为的处事之道大相径庭了 亲近的生活从此被扰乱 真的值当吗 所以呀 远离那些市井之地 不跟人家说闲话 不扯人家的是非 不仅如此 热闹的地方还十分鱼龙混杂 所以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不是发生踩踏事故 就是会出现抢劫和爬手的事件 而且老年人上了年纪腿脚不变 当危险来临时 他们不能第一时间躲闪 再加上有些老年人的防范意识不是很强 这样就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 所以老年人在没有家人的陪同下最好不要去这些人多热闹的场所 尤其是在节假日超市搞促销活动的时候 老年人为了实惠就去凑这个热闹 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拥挤的现象 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如果再遇到不良商家 卖一些过期或者质量有问题的商品给老人 还会给老年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所以老年人尽量要少参加这些活动 要知道这些打折的商品比不上你的健康 别占小便宜 别去凑热闹 才是晚年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 过度劳累的娱乐场所 人到六十 说实话 体力精力肯定都不如从前了 人可以什么都不服 但人得知道福老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健康做保证 想去休闲娱乐都做不到 这里所说的不能去娱乐场所 不是不让老人去参加娱乐活动 而是要有选择性的参加对身体有益处的娱乐活动 比如说闲暇之余可以去下象棋 可以参加一下老年书法绘画班 还可以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这些娱乐活动不但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还可以增加一些技能 发挥一下自身的价值 都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但是还是有人表示退休生活平淡无奇 总想着去追求刺激 玩点刺激的东西 其实这样并没有错 适量的刺激活动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 但前提一定是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 人年龄大了 就不要跟年轻人比了 太耗费心神的活动一定要酌情参与 不然自己的身体会吃不消 比如裴阿姨就自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是裴阿姨 我今年已经62岁了 我已经退休7年了 从单位退下来以后 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我儿子家的小孩是他外婆带的 根本就用不着我带 我有一个爱好 就是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尤其是对舞蹈 简直到了痴迷的状态 读书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舞蹈梦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舞蹈老师 可是阴差阳错 我读大学却选择了会计专业 这样的选择 离我的舞蹈梦越来越远了 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有时间了 有精力了 而且有钱了 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我经常到歌舞厅去唱歌跳舞 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没有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时候 我才觉得那才是真实的我 无拘无束 快乐无比 以前的我把时间都给了小孩 给了家庭 给了工作 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现在老了要为自己活一把 不过说一句实话 在歌舞厅唱歌的人比较多 声音比较嘈杂 而且里面的空气也不新鲜 而且白天不营业 大部分都是晚上才会营业 我在歌舞厅唱歌跳舞的那段时间 天天熬夜 作息不规律 加上震耳欲融的音乐声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总是不太舒服 后面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真的出现了问题 好在发现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我生病了以后 我就不再去歌舞厅了 因为去那里只能给我带来一时的快感 但是长期以往的话 它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老年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自从不去歌舞厅活动后 我就经常去公园 在公园里面散步 跳广场舞 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好了 慢慢的我爱上了去公园 公园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三 利益复杂的地方 人到六十 钱不钱的就不要想太多了 已经努力大半生了 命运怎么样 基本都定了 该得到的东西你已经全都拥有 没得到的就说明这不是属于你的 李大爷退休前是单位的财务负责人 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每天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外人看起来李大爷的工作风光无限 但是只有李大爷知道压力有多大 因为岗位特殊 工作期间他都是很谨慎 不必去的酒局从不参加 自己喜欢的娱乐项目麻将也不敢参与 可是后来退休了就不一样了 终于没有人束缚了 退休第二天就加入了棋牌室 开始了麻将大战 为了打麻将 李大爷每天都早早的去棋牌室 一坐就坐到晚上七八点 这连续打牌五六个小时 身体累不说 环境又嘈杂 这肯定对身体不好 李大爷老伴和儿女都劝阻他 可是他却执迷不悟 总觉得打麻将才能让他找到乐趣 一天两天还可以时间久了 李大爷的身体就出了问题 不但腰间盘突出越来越疼 而且麻将管理的空气不柔通 李大爷也换上了咳嗦的毛病 这都是因为打麻将引起的 除了身体不适 心情上也受影响 因为打牌毕竟涉及钱财 输钱了心情低落赢钱了心情激动 最严重的是有的因为打牌输赢问题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的也很多 退休后本来可以悠闲生活 如今为了打牌落得一身疾病真是得不偿失 所以没有必要再为了钱财 这一身外之物而劳心伤神 最后身体垮了岂不是得不偿失 老话说得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 切切不要抱有为儿孙积攒钱财的想法 人到六时 应该心如止水 看破红尘 轻轻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至于儿孙的日子怎么样 已经不是你操心的事情了 是好是坏 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你能陪伴辅佐他们一时 但总不能庇佑一世 不如果断些放手 所以啊 利益复杂的地方 没有必要去 也不适合六十岁往上的人去 亲近养身体才算是正道 总之 退休之后 以上三个地方尽量不要去 退休后最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一杯茶一本书一个人 喝茶能够友谊健康 看书能够移情 陪着家人聊天等等 这种生活方式虽然看似平淡 但是平淡的才能安稳 安稳才能长久 有这样一句俗语叫 东西似不戒 戒了家准拜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 亲朋戒各种东西的情况发生 这句俗语中的似不戒 虽然是家中常见的事物 但人过了六十 这四样东西 即便是关系再好 血缘再轻 也不要外戒 这会吸走你的好运和福报 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说法呢 这四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一 香火不外戒 香火 其实是指人们拜佛时所用到的香 在民间有逢年过节烧香祭拜 祈祷平安的传统 焚香 是一种很古老的祭祀仪式 家中有宗堂的人也强调香火不断 烧香就是烧信 人们认为 焚香就是和死去的人保持信息畅通 据说 焚香时 祖先的魂魄会像烟一样缭绕 烧香的烟会向上飘去 象征升天人的魂魄能够收到 因此 人们也将家人的后嗣称为香火 认为 只有香火不断绝 祖先才会一直庇佑家族不败 也就有了我们娶亲生子时 常听到的续香火的说法 所以 香在普通老百姓的家中很常戒 如果在逢年过节时烧香时 发现家中没有香的话 是不能向邻居家戒的 因为在古代 香除了在拜佛时要用以外 还象征着家中的血脉传承 因此 古人觉得 如果将香戒出去的话 就好比将家中的血脉传承 一并戒了出去 以后家中可能会没有了香火 所以 香火是不能往外戒的 所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香火是非常重要的物品 同时 也代表着子孙兴旺的寓意 那香火自然是不可以外戒的 戒出去 岂不是自己断送了家族的香火 也就意味着 家族面临着绝后的危险 家族就可能没落 一般的人也知道 香火这层隐晦的含义 所以也是不会去别人家戒香火的 二 药灌不爱戒 精具 国化 中医 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 而中医的精髓 就是利用山野中的各种药槽里的神奇功效 治病救人 而药灌 就是熬制中药的器具 吃过中药的人可能就会有印象 那些老中医开每一服药 都是备好了的 在交给患者的时候 都会细心叮嘱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 细微的差别就可能造成很大影响 还有药性相冲的说法 两个无毒的药预在一起会产生剧毒 甚至将治病的良药变成治死人的毒药 而中药的熬制时间非常的长 熬制十来个小时都是十分常见的情况 很多时候还会有七碗水煎成一碗的说法 由此可见 每一碗中药都是来之不易的 正是因为中药如此繁琐的做法 熬煮的时间太长 就难免对药罐产生影响 古代的药罐都是陶罐 里面具有很多细微的小孔 熬煮时间太长 就容易将药汁渗进罐子里 即使外表清洗干净 里面也还是会有残留 这样的罐子外接出去 一旦药性相冲 很可能引起医疗事故 一番好心却沦为他人的话柄 得不偿失 而且古人迷信观念很重 药罐在他们的眼中 和温神病魔也有着莫名的联系 当外界的药罐还回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将病魔带回来 不利于自己的家庭 不利于自家福气的积聚 有这样的寓意在 药罐当然是不会外界于人 三 房子不外界 俗话说 衣食住行 除了穿衣吃饭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房子了 房子对于一般人来说 可以说得上是最贵重的东西了 不要说现如今的房价节节攀升 让大家望房兴叹 其实在以前 房子也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大诗人杜甫在避难 前往四川之后 也只能解草卢而居 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字 也曾被人调侃过 长安米贵 居大不易 著名画家唐伯虎 曾用自己藏书抵押房贷 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房奴了 这些都足以证明 房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 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而古人对于房子的看法 也是劝告大家不要介于人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房子来之不易 古代的达官贵人 在大家的印象中 应该都是有钱人 他们的房产应该很多 其实并不是 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 官员根本买不起自己的房子 因为他们的俸禄是发粮食 官越大 发得越多 但是仆人也越多 所以很多官员 平日都住在官崖里 根本没有钱去购买自己的房子 等到宋朝之后 朝廷才给官员盖了福利房 大家的住房情况才好起来 官员积攒半生 告老还乡之后 去乡下购买自己的房产 这才是古代官员买房的现象 官员尚且如此困难 那些市警小民 大都只能当房奴 做乙族 轻易录中就记载 当时有四货人家居住在一个小院子里 每家住一个小房间 孩子们没地方睡觉 就在空中架一块木板 或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 而在乡村 除了地主之外的穷人家 更是凄惨 富者田连千末 贫者无利追之地 才是当时社会的常态 一场天灾 就很有可能让一户人家变成赤贫 失去自己的一切 相信很多人都在农村看过祖屋 很多祖屋可能都流传有上百年了 那些户主不是因为不想住新房子 很可能是家道衰落 分家之后没有办法去新建新的房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祖屋就变得更加重要 外界给他人 一旦要不回来了 那不仅是败了祖产 甚至连活路都没有了 所以房子这种东西 是不会外界于人的 4.锅不外界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家中做饭的家当也越来越全面 但是在过去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 普通人家通常只有一两口锅用来做饭 如果家中有了亲戚 就会显得很窘迫 不过即便是家中的锅不足 也不能向邻居家借锅 这是因为古人认为 锅是人们吃饭的家当 如果将锅借出去 就好比将吃饭的家当借出去了 是家里没有东西可吃的象征 这样的做法很不吉利 因此锅是不能往外借的 其实东西借与不借 权衡权在自身 哪些能借 哪些不能借 也在一念之间 借有借的理 不借有不借的理 借出去的是好心 收回来的是麻烦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 要做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但是笔者认为 这一切应该建立在 不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基础上 毕竟 人还是要首先为自己着想 其次 才能对身边的人慷慨解囊 这句俗语说得很有道理 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毕竟孟子曾说过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没有能力 做好自己就够了 倘若一旦有能力了 多多伸出援手 又有何不可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